我教你 水之呼吸 拾之形 生生鬧尖 這兩個人靠海 我自己都覺得 蝴蝶忍不是我心目中 我當初覺得自己會做的角色 包括他找我試聲的時候 我說我試這個 然後我自己都覺得 那我應該怎樣做呢 因為我平時的角色很少 除了初初入行之外 現在很少用這麼溫柔的聲線說話 很久沒聽過自己這把聲 我為人是比較活潑 不是那麼文靜 你們很煩 他們很不認同 然後到我去做的時候 就真的感覺到 剛才阿謙說的壓力 就是大家都放了很多心機 在這套作品 用了很多努力 花了很多功夫 做了很多功課 但我自己都覺得 很大的壓力 走進這間廠 所以 還有不可以說 你一出場 就馬上可以 捉到一個角色 應該是怎樣演繹 是需要多些時間去熱身 所以我覺得 唉 有些可惜就是 第一集一出就未必是做得最好 這件事是比較遺憾一點的 因為一個毒舌的人 是不會很刻意告訴你 我很毒舌的 這樣 通常這些毒舌都是不經意地流露 就是你很溫柔地說一些 好像很好聽的說話 怎麼知道 聽起來好像在吹我 在罵我 這樣 反而我覺得 儘量自然一點 溫柔一點 反而效果會大一點 她的角色有層次 因為她有一段 不謂人知的過去 她以前的性格 就比較貼近 我現在的性格 就是掘一點 硬正一點 但自從她的姐姐 被鬼殺死之後 令到她的性格不同了 所以 在這一方面 我會挺欣賞這個人 在經歷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還可以這麼堅強 當然她很辛苦 所以我也希望 可以在演繹過程中 可以表達到這件事給觀眾看 人生不會永遠都是晴天 也不會永遠都是大風雪 只不過 幸福破滅的時候 永遠都會伴隨著血腥味 來到只是不會吃人的 我一定會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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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就是《鬼滅之刃》裡面 聲演蝴蝶忍的黃欣瑜 大家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點半 繼續看《鬼滅之刃》 造門炭治郎立志編 就會有我的聲音陪著大家 不要錯過啦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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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veterans